我们今天谈F-21 F-21是专为共产党打造的一款第六代战友轰炸机 带黑弹的战友轰炸机 我们在谈F-21以前 我们在谈谈F-22和F-35 以及B-1B-B-2 然后再谈谈B-52 F-22的出现 F-22本来是为前苏联 专门为前苏联打造的 但是F-22的出现 还没有正式部署 结果前苏联合台 这款飞机最后能到它对付中国 但是最近两年来 专门为共产党打造一款飞机 F-21 F-22我们介绍 F-22是全引行第五代战黑弹的轰炸机 全引行 F-22的出现 是全世界的武器 如后美国三国时代以上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F-22是完全全引行 到任何领空 犹如无人之境 就带黑弹到任何领空巡航 犹如无人之境 意思是说你看不见 看不见不是说你眼睛看不见 你眼睛当然有万公里以上 你也看不见了 就是雷达看不见 雷达就是你不 现在现代化这个战争的这个眼睛 那么你雷达看不见 你以为什么都不是了 你武器再好都没有用了 那么F-22的出现 就是整个世界上的武器 如后美国三国时代 俄罗斯也是要重新来 很多国家都是要重新来 现在就出现了很多的 给人家的这个引擎战斗机 无人机之类的 那么在F-22以前 哦我们再谈F-22 F-22就F-22和F-35 可以在任何国家领空 这是政治就争取好 我们不熟悉任何国家 可以到任何任何领空 假如说在中国的领空 带黑弹巡航 你知道吗 你看得见吗 意思就是说这个战没法打 为什么没法打 你看都看不见 打什么 别人都看不见 打什么 中国你不要跟人类叫板 不要跟美国叫板 你不是一个等量级啊 中国不是一个等量级啊 不是为 不是这个 要贬任中国 不是为意思 在科学方面 在现代社会 不行你不行 你不能假装行了 当然你假装行 中国假装行 而造美国 而造成功 但是跟你对现的时候 你就成功不了了 你都死定了 也是说你要承认现实啊 在F22和F35以前 就是F22和F35 到任何国家领空巡航 你都看不见 你的武器都没有用处了 就是要打的又打的 要轰炸的又轰炸的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简单一点 就这个意思 那么在F22和F35以前 B1B B2 这些都是全形轰炸机 战予轰炸机 中国又怎么样 你看得见吗 何况又过了几个时代了 那么 在台一款飞机 就是不隐形的 B512 B512是不隐形 就是让你看 它在的 大尼瑶 在的这个 哥林哥的大尼瑶 是 它走过的地方 是一片火海 像过去在越南战场 我们看到的越南战场 B512走过的那个路线 整个一条 一个通道全是火海 你什么部队都 火不了 什么东西都火不了 是一片火海 那么我倒回来谈 F21 F21 是专为 下的中国 因为你是专制狗羊 对你不放心 地危险 专为你打造一款飞机 要F21 F21 就是比F22更先进 更隐形 更具战略性 就是它带黑弹 当然跟我前面说的好 带黑弹巡航也好 也好 到任何领空也好 当然都是肯定是无人之警了 也就是说 假如说 F 就是说还不说F21了 就是F21 到中国的任何领空 带着黑弹巡航 假如说在中国打仗的时候 要轰炸你中国的任何地方 你都看不见 这个仗没法倒 所以 共产党要发展 不对层战争 什么叫不对层战争 发展病毒战 细菌战 这是早就 不允许发展的武器 那中国就发展 中国发展 而且直接投放人力 没有后果 那么从不对层战争 中国打开了潘多拉湖子 一一直接把美国打回了原型 打得美国运头转向 打得人力运头转向 不仅攻击美国 而且顺便收获了全世界 中国赢了 也就是说 你美国的武器再好 也打不过英招 你看他是中国最后 成为何所谓的 那么 现代战争 是谁先出手 谁隐 谁缺手 谁隐 橫 谁隐 现在战争 没有常贡战争 一开始就是黑战争 一开始就是病毒战 就是西云战 就是化学战 那么下层战争 中国准备好了吗 为什么要提中国准备好了吗 因为中国天天要 用黑弹 威胁美国 要跟美国决于实战 要召回黑瓶日本一次二十三次 这道车里把日本黑瓶 要轰炸台湾 黑弹攻击澳大利亚 在周边还要攻击印度 你这些行为 就算美国不理事 俄罗斯同意吗 俄罗斯同意 会同意你当老大吗 不可能吧 就是下层战争 一开始就是终极战 中国人准备好了吗 你能打得过美国吗 为什么提这个问题 今天谈的是F21 F21是什么 是全引擎战予轰炸机 就是到任何领空 你都是看不见的 那敌人都看不见 这个仗怎么打 我就问你这个仗怎么打 不管你有多厉害 这个仗怎么打 中国人你准备好了吗 中国人已经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船 已经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船 意思是说 共产党要把你送上战场 别人看不见你就死了 因为一旦中美开战 确定共产党要对西方发动战争 美国是一定会把你往死里打 是不会饶恕你的 因为你为人类 你这个国家 这个民主 你为这个人类 造成了这个无穷无尽的伤害 是没完没了的伤害 那个时候是对你不会饶恕的 就算美国再放你一马 就算西方再放你一马 在新世界计划清理人口的时候 难道你不被清理掉吗 就是政治正确 我不在这里谈得太清楚 就是意思就是说 清理人口的时候 你跑得掉吗 还会把你留下来吗 是不是有点太异想贴开 现在我讲这些 我不是别的中国人 跟我的异的关系都没有 因为我们知道多好 我们这里讲一讲 就是提醒中国人 有些知识 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回事 不要听共产党跟你们的洗脑 多厉害 他不是那样的 共产党如果 如果说美国真正要支撑 你真正要打你 一夜之间 你就回到几百年一切 一夜之间 你的什么店也好 水也好 什么什么 这样交通 那样交通 油也好 米也好 菜也好 吃也好 电脑也好 什么都没有了 第一你没有芯片 再第一你的土地养不合你中国人了 什么你都靠进口 就算是不打你 你靠进口你钱从哪里来 OK 希望朋友们订阅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推特 收藏我的艺术品 投资我赞助我的美术工作计划 艺术是人类的工程财富 就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做这些事情 同时在这里 要感谢支持我的朋友 感谢投资我的朋友 感谢赞助我的朋友 I love you OK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This night Good bye